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位高雄开旧转最大奖的特斯拉得主 而另一位幸运儿则是住在男子的陈小姐 她是第一位特斯拉电动车的得主 我记得那个五倍券开跑的第二天 我就赶快冲到那个百货公司去 因为我就想说我要领高雄券 幸运的陈小姐将自己和两个小孩的振兴券 使用台湾配数位绑定 看好数位绑定加码高雄券大力多 活动第二天就到百货买家具 还自行加码到药妆店消费欠余元 扣着这张刺激消费的发票 出众百万特斯拉 我看到那个来路不明的电话 连续打了五通 对 然后基本上我是不会回播的 就是后来那个同事才跟我说 金发局 金发局在找人 对对对 所以我就那时候那个接到局长电话的时候 我一直还不相信 回忆当时接到金发局长廖泰祥 亲自打电话贺喜 陈小姐说原本家里就打算要换电动车 这下子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跟着那个同事啊 就在那边一直跳一直跳一直叫这样子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对 非常梦幻的感觉 高雄市政府推出高雄开旧站的活动 对接中央振兴五倍券 成功带动振兴消费落地高雄 特别是持五倍券消费满额 就能获赠等同现金使用的高雄券 带动经济效益相当惊人 这一次跟三倍券比较 大概多了五六倍以上 而且是在非常短的时间 像在博乐啊 或者是餐厅啊 都人山人海 另外持值本五倍券 两百元就可换到四百元的商圈夜市券 也夯到不行 十月间第一波兑换引爆人潮 反映超乎预期 高雄市政府顺势推出第二波加码十万份 十一月二十九号开始陆续在各商圈夜市焕发 谢谢 看这一波的情况如何嘛 那像跨年或者是春节 这个登会的时候 我们看活动来 来随时来做一些调整 截至十一月三十号为止 发票消费登陆高雄开救站的金额 已经达到四十八亿元 高雄券登陆张数也有一百二十七万张 提醒大家只要到高雄市消费 有登陆就有中大奖的机会 无论是iPhone13 电动机车 或是每月一部的特斯拉电动车等大奖 奖项丰富 越早买 中奖机会就越高 感谢观看